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与你自己拯救 对 锐叔 你这个球技退化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退化退不好吗 不是每天这么忙 哪有事人练球啊 忙就不运动了 谁啊 周小薇啊 你这也太明显了好吗 你只有对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人 才是这种表情 你跟周小薇多跳了一次舞 闪闪生气了 跳舞啊 什么情况啊 就是在年会的时候 你们两个大八卦 能不能稍微有点礼貌啊 当我是透明人 哟 真的心情不好啊 跟山山闹翻了 从来就没好过了 什么叫闹翻啊 我还有事 毕叔 你送 什么情况啊 是吗 我就知道他对薛轩轩就是一时的兴趣 肯定不可能当真的 太早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去不就知道 借出来 借出来 不要内线三分 求三分 好 再来一会儿 好 再来一会儿 怎么样 这地儿不错吧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不错 你怎么知道这么好的地儿啊 冠军球赛的时候约一下啊 好啊 像你喜欢的地方 不这么霸气啊 嗯 差不多吧 不过女人也挺好看的 好看 虽然说风腾也挺喜欢运动项目的吧 但是你确定 风腾会喜欢一个女孩 喜欢运动项目的程度 比她还疯狂吗 你到底有多喜欢风腾 说喜不喜欢弄有点矫情 心里走着牵挂她是真的 那你要喜欢她你就表白啊 这才是你立书的风格嘛 你觉得 这个 依风腾这么骄傲的个性 如果我表白不成功的话 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这就是你在美国 时而出现 时而消失的原因吧 什么意思 你看你啊 你本来是我们学妹 那一年风腾交了女朋友 你突然去消失了 转学了 那年暑假 风腾跟当女朋友分手了 你又突然飞回来陪我们过暑假 大四那一年 风腾又交了女朋友 你突然又消失了 进来 进来 恭喜你 这是巧合 其实我觉得风腾对你挺好的 不像是没感觉 你别给我玩套路啊 休想套我的话 你说一般男孩看到像你这么爽朗 这么漂亮的女孩 是不是都会喜欢 但是丰腾不是一般人啊 对 丰腾可不是一般人 可能吧 可能有一天我会亲口跟他说的 但是肯定不是现在 现在 学生是跟丰腾正经 我跟你说啊 丰腾的性格啊不但骄傲 而且还狡诈 他要喜欢哪个女儿 他绝对不会先开口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 让那个女孩先开口 如果那个女孩迟迟不肯开口的话 那就说明他输了 我正是讨厌他这么霸道 因为你也这么霸道 来 干了啊 干了吗 我干了 我干了你随意 这年底了换房的人多 好房子当然不好找了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陈浩这趟去北京出差要三个月呢 你就先把这些东西放我家 过年回来以后就先跟我住 房子到时候慢慢找 总会找到的 三个月那么久啊 陈浩你跟邮陈浩真的完了吗 还挣扎着呢 不过他这趟去北京是公司派去的 和我们之间没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至少两个人可以彼此冷静一下 为什么要挣扎呢 干脆分手算了呀 陈浩他不是个坏人 当初也是他先追我的 我妈觉得 我俩有点眉目才推一把的 现在真要谈分手了吧 他又犹豫了 说其实还是有感情的 那你呢 你还喜欢他吗 这一点我可比你理性多了 两个人在一起啊 如果不合适 再喜欢也是多余的 我现在之所以这么挣扎 是因为我想在情分上 给他一点时间去改变 到时候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总得好好过日子吧 好好过日子 万万流流 我真的是比我强太多了 都还没交往 只是一个拒绝告白 我的日子就过得暗淡无光了 年度结算完毕 春节也快到了 终于有了一丝闲暇 却觉得度日如年 真希望年光赶快地过去 春节赶快来 我能暂时地逃离上海 军军 上公司的网干什么 看大老板吧 这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你要干嘛 军军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几乎回家 小年夜啊 帮买的票 你坐火车回去啊 那不得坐十几个小时了 所以才要买小年夜的票嘛 下火车之后直接整大巴 估计到家之后 就直接可以吃年夜饭了 那挺好 莎莎 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啊 是这样子的 我们家呢有一个远亲 刚好在你们那儿 每年他们都会来上海过年的 可是今年 我们全家要去喊得到过年了 所以我妈准备了一份礼物给她 可是因为最近太忙了 实在是没时间 我就想请你回去的时候 顺便帮我带给她吧 他们家很近的 就在回着占不进 好的 没问题 你真好刷刷 那到时候晚一点 我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啊 好好好 太好了 回来一定请你吃饭 好啊 不用不用不用 你请我喝饮料就行了 回家过年肯定会吃胖呢 回来要减肥 下班了 下班了 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拜拜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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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吧 新年快乐 薛珊珊 也许老板大人只是开玩笑而已 可是她那一个玩笑 在你这儿简直就是海象 是怕这个年你会过不下去 你就当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也是给自己一个痛快吧 你都直接去火车站啊 是啊 人家双姨昨天晚上到机场 跟她爸妈会合啊 人家飞香港了 真幸福 你说你坐这么长时间火车 也没个人陪你 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哪 我都这么大人了 你呢就放心去北京找邮车号吧 你不也是说了吗 春节之前一定要跟她爸爸 还有你大伯母把事情说清楚 那在那之前 你们俩总得打算共事吧 我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你是真不知道 现在春雨有多可怕 你自己一个人能不能行啊 那不然怎么办呀 你们都走了 我一个人处在这儿过春节嘛 傻不傻 放心吧 我这么聪明 没事的 来吧 今年是我离乡到外工作的第一年 也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识到春运 天哪 有时候该花的钱 看来还是得花呀 好 教练 行李箱麻烦打开一下 我们需要检查 可是 我现在赶时间呢 请陪伯我们工作 好 小姐 这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也要打开啊 对对对 这有一组刀组 这就让刀组属于微信物品 我不能作为个人随身物品 带上货车 你带什么干什么 我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朋友托我拿回去的迷雾 我都还没打开看过呢 我真的不知道 行 出示你的证件 怎么办 证件 我带了 我 我的包呢 我刚刚就放在这儿了呀 我刚刚就放在这儿了呀 你们有没有看到的包 你们有没有看到的包 我都放在这儿了呀 完了 这竟在钱包里呢 这下真是跳进黄埔江里 也洗不清了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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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到我的包去拿手 你快去抓他呀 他 白色衣服 中等身材 男性 疑似偷 一手提包 包内有 不是疑似 这就是偷了 行行 包内有钱包 证件 证件 钱包 那个 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 我被偷的包啊 淳于那么多人 就算抓得到人 也得过完年吧 过完年 你放心 到时一定通知你 那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你这个道具呢 也放在我这儿 你说是你同事托你带的 但是呢你没证件 你现在还是让你同事过来认领吧 啊 手机也被偷了 手机也被偷了 怎么办呀 警察叔叔 都丢了 怎么办呀 那你现在找不找得到你那位朋友 让他过来把东西领回去吧 我 我那个 我那个同事他们全家都去海南岛去旅行了 现在应该都在路上了 你在哪儿上班 你们公司有没有人来替你证明一下 我在风腾上班 风腾 大企业呀 你怎么证明 我可以照个大老板证明 大老板 我怎么会这么莽撞呢 不不不 绝不能让他知道这么丢脸的事 对了 阿妹的号码很有规律 对 警察叔叔 我 我记得我一个同事的电话 我可以让他过来帮我登记 只要找的人帮你证明就行了 赶紧联系吧 那个 可以用一下你们那个电话吗 可以 用 好 喂 您好 阿妹啊 我是珊珊 你现在在上海吗 珊珊 你 你怎么会是这个号呀 你现在这个时候不是应该上火车了吗 我 我现在这边出了点急事 你现在能不能带着你的身份证 来火车站的泰桌所接我一趟啊 行 珊珊 你别担心啊 小事 我马上过来 好好好 我等你啊 你看叔叔 那个我同事说他一会儿就过来 行 那你先坐会儿吧 好 好 好 薛小姐在那儿呢 好的 谢谢 薛小姐 薛 小张 大 大老板 上车 这种走投无路 中西老板从天而降的逆转剧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看见老板的脸 简直比看见警察叔叔还要可怕 小张 小张 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到附近的酒店呀 嗯 那个我已经搬出我唐姐家了 但这东西还搬在我唐姐那儿 但他们两个现在都不在上海 我也没有唐姐家钥匙 而且我钱包手机都丢了 对啊 眼前最关键的是借钱 可老板在这里 我怎么跟小张开口啊 难不成跟老板借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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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张 在下一个路过停车 你先回家 是 老板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如今 小张 高高高高飞 老板 我是 老板 妈 是 大 Monta 我 知道吗 什么 老板 我 你却是 不 保险点还是一千五 可是开门健身就要钱 有点怪吧 应该在不经意之中引入这个话题 那个 大 大老板 话说 话说 你好像不能开车吧 你不是参加什么酒会了吗 那个 酒后驾驶什么的好像不好吧 你是担心你自己的安全 而在担心我们 放心 这种场合不需要我喝酒 你刚和警察说 你是疯疼的员工吗 完了完了 开始就好算总账了吗 是 是 这种时候 也倒是没忘了吧 当 当然了 我时刻都紧急 我是风腾集团的一员 那怎么这两天连你影子都看不到 老板 你这算不算是倒打一耙呀 这几天明明是你自己消失啊 竟然恶人先告状 我在很结婚地工作呀 所以那个老板 你可不可以看在我 这么努力这么勤奋 这么辛劳工作的份上 给我预支一点点加班费啊 我年后马上一定还你 手机的钱包都丢了 是要向我借钱 学生是你知道吗 我的钱没那么好钱 你现在又不要再好好想想 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 你每天为什么要来我的办公室 还有你每天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吃饭 都是因为我的命令嘛 如果我的命令真的是胜者的话 那么你刚才就是一个乱称贼子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啊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清楚啊 老板指的就是这句吧 我当然想过 可是真的就是因为你命令嘛 起码一开始是 不对不对 这大人收出口能借到钱吗 我脑子怎么这么不好使啊 不就是借个钱吗 怎么搞得比抢银行还麻烦 我 那个那个 我记得 我 我为什么天天去办公室找你 为什么天天跟你一起吃饭 不是因为你命令我 而是因为 因为 不是因为因为我我 我 我被塞索命 学山山 你脑袋超疯了吧 什么万答案呢 很好啊 那既然你畏色所谜 之后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这个色 还不足以迷倒你 之后 是指告白被拒绝这件事吗 对 如果我真的畏色所谜 要怎么解释 拒绝老板告白的这件事呢 我能说实话吗 那个老板 其实那天晚上 我是因为 喝多了 得意得有点忘形了 他 才拒绝你的 那个 那个其实 其实我 我 我 我是 那以前故纵来着 我 剧情故纵 喂 许珍珊 恭喜你 你刚刚的回答我很满意 真的 意思是要就有钱了 本来想要送你去酒店 把我酒店的费用送你到公司里面 但是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改变你 这两天 你住我那儿 老板 我 住你那儿 什么意思啊 等等等等 我还没有答应呢 后悔了 你可以下去 我看就算在这里等到原箱 也打不到出租车吧 那个老板 老板 现在房价确实贵了点 但也不知得住这么远吧 这是老宅 我平时不住这儿 老宅 不会是和父母一起住的地方吧 听说老板的父母早在十几年前 就遭遇车祸双双身亡了 而抚养他们兄妹长大的老董事长 三年前也过世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 老板才不常回来吧 老板才不常回来吧 先生回来吧 别人 我先…… 需要点的行李在后边 我能拿一下 哎 来来 来 谢谢小姐 谢谢小姐 请 谢谢 谢谢小姐 请 随便坐 好 有声不习惯吗 没有 接下来 这是您要的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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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老板 老板 我可不可以借你的电话用一下呀 我想跟我妈说一声 不是 我是想用那个 谢谢 我 请 喂 妈 三三 这谁的手机号啊 你 你到车上了吗 我 我不小心 把手机跟钱包给弄丢了 就没赶上火车 什么 你 你没上车还丢了手机钱包 你怎么回事嘛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春意期间人多要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你 你怎么还是给弄丢了呢 你干嘛把自己也给丢了 那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 该不会是流速火车站吧 我 我现在在 在同事家 同事 有大过年的你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 要不你问同事借点钱 赶紧再买个票回来吧 这回来也得大年初一了吧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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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知道了 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您放心吧 现在火车票肯定是买不到了 不知道飞机票能不能订得到 老板 谢谢您的手机 老板 谢谢您的手机 那个老板 那个 帮小姐订一张机票了 时间不早了 带她休息 好的 小叔 来 帮小姐 去二楼客厅 好的 帮小姐请坐 谢谢您 谢谢 多客气 住东面 好的 谢谢 走吧 帮小姐 帮小姐请进 这间呢就是您的客房 凤先生的房间就在隔壁 有什么事情呢 您可以通过另线电话找我 那我就先下去了 好 谢谢啊 晚上好休息 再见 再见 好 谢谢 有钱人家真好 人家一个房间 比我整个家都大 好累啊 别再说 先生 这些税务和人事单据没问题的话 我就照办了 您看着办就好了 王学小姐 订了一张大年初一的表 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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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经过昨天离奇的遭遇 再从这个房间醒来 感觉像是从一个梦 掉进了另一个梦里 哥 今年 珊珊要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过年啊 消息很灵通嘛 哥 这可是你第一次 带女孩子回家过年 你跟珊珊 才认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你这样做会不会太唐突了 我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这些 可是我必须知道你的想法 我是担心你嘛 就好像当初我跟言轻要结婚 你派人调查他 我不一句话也没有嘛 因为我知道你是对我好 在这个世界上 咱们俩可是唯一的情人了 你觉得珊珊她怎么样呢 珊珊很可爱呀 你是真的以结婚为目的 跟她交往的吗 你想太多了 那你告诉我 学珊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她没有 如果真的说有的话 只有一个 她很下分 她 学小姐 学小姐 早上好 早 早上好 学小姐现在是去餐厅吃早饭吗 在别人家做客 这样会不会带过客气了 之前凤先生吩咐 说看见珊小姐就带您过去 凤小姐也来了 凤小姐 是啊 她一趟早就过来了 珊珊姐 这边请吧 凤小姐早 先生早 大老板早 要照片啊 先iceps 咄息 快过来吃饭呢 嗯 凤小姐 嗯 太见外了啊 以后就叫我约约吧 吃饭吧 早餐是七点 以后不要迟到 以后 怎么还有以后啊 老板要突出的 是以后工作不要迟到 还是早餐七点不要迟到啊 知道了 谢谢 因为临时身份证正在办理 机票定在明天早上十点半 没事 那我明天早上再回去好了 谢谢你啊 没关系 好 谢谢您啊 王叔 王叔 我给你一道 正好去看看宝宝的餐食 好 没事 慢慢吃 就是 都是一个 你 啊 acht fac 吃 我们要不要 просып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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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空气好 清醒的 莎莎 风月小姐 我们一起到农庄跳菜吧 跳菜 难道风家人都有这种恶心 跳 跳 跳菜 不是应该到餐厂上跳吗 为什么要去农庄啊 这是我家的一个传统 每到大年三十晚上 我们上桌的菜都得去农庄跳 我爷爷嫌外头食物不安全 所以呢 就自个儿弄了一个农庄 原来如此啊 我爷爷当年过世的时候啊 风腾才二十七岁 我哥当时接手了整个风腾集团 他特别厉害 短短几年的时间 风腾集团的规模 就扩大了好多倍 走 外面这人都说我们风家是商人 风商 其实才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祖先开始就是读书人 是从清朝开始才转而从商的 怪不得大老板看起来不像商人 更像金商 风月 风月 一树小姐 你好 一树 又两树 你你呢 说el 这就是 你看着几树 是什么 你照爱 你给你说 然后你给你帅 不是我 是楓童的另外一個同事 叫周曉薇 我哥怎麼瞞著我這事啊 他可能是怕我給別人送飯吃 我們楓家的飯 可不是隨便誰都能吃上的 珊珊 那個其實我的手機號碼 還挺好記的 你不是學財務的嗎 對數字又很敏感 你要是買了手機呢 你就趕緊把它存下來 一會兒有什麼事 你可以直接跟我聯絡 好 不用什麼事就找楓童 畢竟我們是女孩嘛 好多事都不太方便說 好 我看時間也不早了 咱們趕緊去農莊挑菜吧 好 出發 楓童 你怎麼一個人跑過來了 嗯 過來 我準備挑一些菜 等一下給方醫送過去 你幹嘛這麼客氣啊 都是一家人 我自己挑一點不就行了嗎 是你太客氣了吧 你太客氣 你太客氣 你太客氣了 你你你就是你太客氣了 不要介意 他們倆就是這樣的 我我沒介意我沒事的 好了我們到那邊去逛逛吧 嗯 哇 今年的菜長得真好 都是自己種的嗎 對啊 不打農藥的 年輕啊 啊 趁緊呢 哦 他晚點到 有些細節我還要跟他商量一下 哦對了我們把機票訂好了啊 初一晚上飛美國 好 哦 再來 我給你看到 風月 你說風騰是怎麼回事啊 過年前不是說 已經跟媳婵鬧翻了嘛 怎麼今年的春天又把它帶回來了 我跟著欣迎海底的珍 我從來就沒有搞懂過 我也很納悶啊 你说我可是真的喜欢珊珊吗 虽然珊珊是不错 但是 算了 虽然她天真吧 但我觉得能被带回老家的女孩 就不简单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扮猪吃老虎 看你把珊珊想的 也不至于吗 我没有了 欣赴你妈 阿姨 帮我把余剧拿到那边去啊 来 来 谢谢啊 珊珊 妳也来啦 七帅 好久没见啊 想不想我 走 钓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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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 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 明知道和你没有输赢 可想你还是进步自己 心疼的告诉自己 该忘记这样的关系 还想你总是身不由己 明知自己恋自己 也无法再鼓起勇气 说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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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